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登陆真爱网进行报名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 这个镜河茶社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女主角 是这家店的老板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泡得一手的好茶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 再请大家进去喝茶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吴玥 我今天三十岁 然后从事茶色经验 大概月收入在一万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吴玥三十岁 身高一米六零 职业个体老板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之前有过两段情感经历 都是因为性格 然后兴趣还好不相同 所以才导致分手 没有从事茶行业之前 然后兴趣还好挺多的 然后进入了茶行业 现在就基本上是以茶为中心了 所有的兴趣还好 都基本上是为了茶 就是传统文化感兴趣 我这种最有要求 就是跟我兴趣还好 能够相同 然后大家都是在一起 能够比较活得来 其他比如说 现在他们要求点车子房子 那些我觉得只要它努力 然后我爱好想到这个上面本来 都没得好大的问题的 女嘉宾走要求 一 兴趣爱好相同 二 有上尽心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已经对她 有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了 是不是都感兴趣 今天会是一位 什么样的男嘉宾和她见面呢 先不要着急 先去喝喝他们家的茶 来 哎呀 好漂亮哦 茶顺呀 老板好 你好 这个大家可以猜一下 谁是我们今天女主角 我不知道为什么 走到他们这个地方来之后 看到这两位美女 我自己也不自觉地变得很温柔了 好 我们就有言归正传吧 反正男嘉宾姐不在 所以就先给大家揭晓了一品 谁是女嘉宾呢 茶页 可能这是泡茶的这位 刚才我说了 泡的一手好茶 谢谢 说吧 今天这个男嘉宾进来 喝了你们的茶准备 怎么去为难她 我想我们的朋友 出几个问题 关于茶的那种问题 然后考验一下她 考验很了解茶 人家是那个小老板 经常也是出去喝茶的人 这个问题就要看她怎么来出喽 你怎么出准备 先让她喝茶 先让她喝 对啊 看能喝是正什么茶 我觉得应该不难 你待会看她的人 你就觉得她应该经常去出没在茶楼里面那种 但不是打麻将那种茶楼 就喝茶的茶楼 你们先准备一下 那现在呢 我就先去接男嘉宾 好吧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张爱王 关于乔店情感顾问飞陶 我们30岁的女嘉宾是一个茶社的老板娘 外形呢 看上去是非常的温柔而文艺 那间茶社呢 装修也是非常的精致和有格调的 这样的女人哈 有事业也有外形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竟然非常的简单 不在乎钱 要的是兴趣相投 一方面呢 说这种要求呢 是最难找的 因为你要找的是一个灵魂伴侣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说好找 当一个人他不在乎那些世俗的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 他更能发现一个人内心纯粹的质地 更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 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就要接到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是湖南长沙人 看看他今天会不会被我们的这位又会泡茶 又漂亮的重庆美女吸引 来 唐哥 哈喽 本期交由男嘉宾 唐轩三十岁 身高1.72 职业建筑行业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唐轩 今年三十岁 现在从事与建筑行业的工作 承包一些小的工程项目 我的月薪保守在一万块钱左右 我曾经有过两段的一个恋爱经历 都是因为异地嘛 才分手的 我平常的爱好的话 就喜欢品品茶 也喜欢运动 我的择手要求是 希望找到一个温柔 善良的一个女孩子 比较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年龄的话 只要比我小都行 我们的男嘉宾跟女嘉宾同岁 是一个外形看上去精干的小帅哥 他的择偶要求 想找一个独立女性 真是太棒了 编导怎么想的 你把他们俩凑得这么齐 我们的女嘉宾恰恰就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谭哥是这个掌杂人 掌杂人 好 在重庆习惯吗 想要挺习惯的 男嘉宾好几个男 好 之前有谈过重庆的女朋友吗 没有 一直没有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穿妹子的 就是还是很向往 就是有一个重庆的另一半 没错 没错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征服到女嘉宾 你待会进去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难题 做好准备没有 准备好了 来 我们回来了 好 来 先听音乐 待会他会跟您出一道难题 我不会告诉你 这是不是女嘉宾 如果您把他瞧上了 也行 好 待会反正有一道难题 等着您 来 请就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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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家 digital 你现在清夜停了 茶也喝了 你因为喝出来这是什么菜 你这个是红茶 什么红茶 513正番小重 你刚刚说对了 你现在可以请 creations 建议你学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把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好吧 好的 刚刚我去哪个人讲 好像对茶很有了解 对茶也不算是非常了解 肯定没您专业 但是我喜欢喝茶 以茶会有 喜欢喝茶能尽心 平常也喜欢待在茶楼 朋友这边也经常喝茶的吧 是就纯喝茶的吗 喝茶聊天的 不是那种气派 不是气派 湖南那边 那个黑茶的 安化黑茶 易洋安化黑茶 对啊 还有月洋军商茶圆 我们自己 男嘉宾对于茶的认识 让女嘉宾非常满意 那亲友团对男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现在这两个人在里面聊天 我要先问一下亲友团今天 你最了解女嘉宾了 你觉得她会喜欢男嘉宾这一款吗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接触那个男嘉宾 她从她的外形啊还有说话呀 我觉得应该是我朋友比较喜欢的吧 应该比较合适 亲友团如此看好那两位嘉宾到底聊得如何呢 教授你多久了 我来重庆有四年了 那你那个爸妈都在湖南那边 在湖南那边 那结婚 那如果说就是考虑到结婚之后 你会是有在重庆吗 还是回你们湖南吗 我们家庭的话是比较开明的 就是我如果说我的事业工作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安家 也很逢年过节回趟老家是没关系 我相信你也愿意陪我回去 这倒是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我来重庆虽然四年了 但是的话跟重庆本地人比起来的话 我的根基还是不是很厚的 您介不介意我是个外地人 这没关系啊 没有关系嘛 向前看 向前看 对啊 哪个钱 前进啊 前进也挺 就要向上嘛 对对对 你向上就可以啊 这是我的顾虑啊 你对房子啊 和房子相关的一些物质 这一块的话有什么要求 就是指经济方面吗 嗯 那你现在工资的话一个月多少 月薪在一万一万多左右 一万多 最挺一点 一万五左右 哦 那你再重庆买房子了吗 房子这一块重庆有一套小户型 按街的 在那个南平压代山谷那边 哦 嗯 蛮好的嘛 过南平的话 哎 你做桥就到了 上几国我做桥就到了 那以后经常欢迎你到这边 没问题啊 这么近 嫌弃干嘛啊 帅哥陪着喝茶多好 还能够交流感情啊 对 可以 我是喜欢茶 你喜欢看别人泡茶 你看你可不可以叫我泡下茶 没问题 好的 红茶从边上 不要冲到茶叶本身 然后那个泡的时候这个盖碗要 稍稍要留一点口 不然出汤会泡 会烫到熟的 然后滤网在那里 把那个滤网放到那个红皂杯上面 对 然后再出汤 直接倒嘛 对 不要抖啊 不抖啊 就 就 垫在那里 然后这个手应该还要放下来 然后主要是这个手 有手腕啊 不是 干嘛像个女孩子泡茶 可以啦 不要傻了 男人要大气一点的泡茶 有点紧张啊 紧张啥 第一次一个女孩子 上面教我一次发生教我 真的是手把手教我 洗一下 到多少 就开水洗一下杯子嘛 他这个倒茶是不是 到多少 到七分嘛 你讲究了吗 差满七人 差到七分 男女嘉宾互动得正开心 店里的客人也陆陆续续的坐满了 此时女嘉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不好意思 我两年两个都开着呢 还是要忙一下 我都开不到你们呢 对啊 我现在外面 外面已经有了两座客人 然后这里还有一座 都是老朋友 确实今天我看 人家外面还等了两座 都没有人去下手帮忙 你去帮忙一下 我去帮你一下吧 有没有问题 他去帮忙一下 帮你帮你一下 好 男嘉宾积极帮女嘉宾撑伞 端茶 张罗着店里的生命 倒是很有老板的架势 大家看到了刚才我们女嘉宾 吴越的这个店里 今天确实太忙了 几桌客人都忙不过来 所以我们女嘉宾有话要说 是不是 不好意思 这个意思 我店里面现在真的太忙了 哈哈 我也只能 只能够 好简单的 好跟你们聊到这里 那我们想尽快结束吗 是这个意思 但以后 比如说男嘉宾以后 可以经常过来喝茶 这个喝茶是小事 我觉得牵不牵手才是大事 这个结果最重要 过程 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了就好 感觉两个人都是好成熟的人 我再问一遍这个韩哥你的想法 其实我的想法 初不了解来讲的话 我对他还是比较OK的 很肯定 对对对 好 这样吧 待会女嘉宾 你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 让客人再等一下 你先去到这个楼梯上边 男嘉宾 我再给你一次表白的机会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下来跟你站在一起 证明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牵手成功 但是如果他没有下来 直接回店里的话 就证明牵手失败 女嘉宾 我们都到年龄了 大家就直接一点吧 你就下来吧 我们牵手成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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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 下来吧 对 不要害羞了 有什么好害羞的 好好了解一下 如果愿意牵牵手 也是可以的现在 让他陪你回店里 帮你打打杂 我建议最好缺个服务员 好 那就赶紧把他牵去 赶紧把他牵去 今天这一对的约会检 就是毫无悬念 很顺理成章地就在一起了 哪怕我们的男嘉宾提出 我是一个外地人 我可能没什么根基你在意吗 女嘉宾也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化解掉 说我们向前看 而且是向前面的钱 不是金钱的钱 这是我觉得好多男生听到这种 这种回答 心里都会好开心 男生很在意钱 就像我们女生很在意 你是不是嫌我丑一样 这是一个更不变的一个死穴 最后的表白呢 也是非常的有激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的整个表情 他看男嘉宾的那个神态 真的是充满了好感 我都觉得今天牵手的可能性 真的非常大 因为男嘉宾的眼神 仿佛就在说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约会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约会了 咱们男嘉宾今天 为什么能够牵手成功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他最后的表白方式就是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不要浪费时间 赶紧下来吧 我觉得这对于女人来说 真的是一种莫大的杀伤力 为什么呢 这就是表白 这才是真诚 如果你也想牵手良人的话 赶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寻找你爱人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不要走开 第一对牵手成功了 咱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二对嘉宾 会是什么情况 他从事动漫设计 两人一见面 亲友团就有自己的看法 比郭富城配点 两个艺术青年 逛公园聊天 一时兴起 男嘉宾唱起了歌 这难道是在表白 是什么突发状况 让乡亲特派员 离开现场找到编导 如此相配的两人 究竟能否牵手成功呢 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情电话 68615868 凡人有喜我们等你 好的马上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相亲 今天开门就来了一个开门红 第一对嘉宾牵手成功 我们希望把这种好运延续下来 那今天来到我们第二轮相亲的 这位男嘉宾是干什么的呢 超级气质的文艺男 是搞音乐的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哎 男嘉宾长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张凌峰 今年25岁 现在从事音乐方面的相关工作 约收入在5000以上 身高1米78 本期交友男嘉宾 张凌峰25岁 身高1米78 职业 音乐相关工作 月收入5000元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虽然我是个外地人 但是我有在重庆 长期发展的打算 我之前谈过一段感情 和前女友出了三年 最后却因为一地恋 两个人就最终分手了 平时我的兴趣爱好呢 因为我是从事音乐方面 相关工作的嘛 所以我肯定就喜欢一些 弹弹琴啊 唱唱歌之类的 自己录一些小的视频啊 录一些小的歌曲片段之类的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打篮球 已经打到现在大概有十二三年的篮球了吧 比较喜欢热爱运动 我的择偶要求是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谈梦想的人 我对女朋友的经济方面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我觉得首先她要支持我的兴趣爱好 我们两个要有共同语言 其次呢我觉得符合演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男嘉宾走偶要求 一 支持自己的兴趣爱好 二 有共同语言 三 有演员 今天约会的第二对男女嘉宾来了 我们的男嘉宾是一个外形非常阳光帅气 戴着眼镜而且很很时尚的这样一个男孩子 这种男孩子应该是很多少女 在青春期的时候最想要约会的类型 又会弹吉他 又会唱歌 个子又高高的 而且还会打篮球 顿时都觉得好想回到大学里面 跟这样的男生约个会 我们的男嘉宾来到节目当中 他想找到一个女生是一个 能够欣赏和支持她的爱好的 而且男孩子也说得很清楚 我现在肯定是没有条件可能去成家 去完成那些物质方面的要求的 希望这个女生喜欢我 应该是喜欢我的梦想和我本人 回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都知道